山上旗又圖啦 這樣圖走它有一個金屬棒 這個金屬棒呢 它現在往左邊走 然後呢它速度是V 那這裡有兩條平行的軌道 金屬軌 那這個金屬軌呢 金屬軌 金屬片啦 這樣子 那今天磁場朝外呢是0.35T 好 那它現在說 講到這軌道的分開呢 這個呢是0.25公分 0.25米 然後呢 今天這棒子移動的速度是每秒鐘 每秒鐘0.55M per second 好 所以它想要問 第一個它產生多少的電動式 好 那產生這個電動式呢 純粹就是公式啦 我的 這個IPSO這個電動式喔 等於什麼呢 BLV 對不對 所以磁場大小知道嘛 對不對 磁場大小多少 0.35 長度呢 L呢 0.25 對不對 速度呢 0.55 對不對 所以最後算出來是0.0481米 好 他想要問今天有多少電流 所以I等於什麼 V除以R 對不對 所以是0.0481 除以多少 18 所以會等於 0.00267 2倍 好 C小題 產生多少功率 P 等於I平方R 所以最後算起來是0.00129萬 這A小題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我們來看B小題 很快 B小題他說 今天我們有一個 這個銅線 銅線是多 來 我先不擦掉 趕快講 好 我這邊就講概念就好了 一個銅線 銅線長呢 是50公分 那現在把它怎麼樣 把它彎成圓形 對 我現在把彎成圓形 我的周長是50公分 整個周長 注意喔 這是周長50公分 然後呢 現在有個磁場 一個磁場 從球穿過去 磁場上穿過去 好 那磁場呢 有多大呢 磁場是0.03kesla 他磁場會隨身變化 每秒鐘變0.03kesla 所以他想要問什麼呢 他想要問說 這個今天我在這裡頭呢 他產生的熱能 會是多少 好 首先要算這個熱能呢 我們的功率 我們的功率 我們的功率P等於什麼呢 R分之什麼呢 一手平方 那這個我就需要這兩個東西 R跟一手對不對 那它R是什麼呢 R你要去查表 這個同環呢 它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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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值呢 R等於什麼 R等於 Row L3A 那一手呢 一手會等於什麼呢 一手等於負的 Define Dt 對不對 那這個Define Dt呢 相當於什麼 負的什麼呢 A Db Dt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值有了 這個值多少 這個值是 0.03p 每秒 面積怎麼算 你現在沒有面積 你只有周長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總周長 叫做50公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從50公分 反算回去你的周長 所以呢 相當於什麼 負的πL 2π 0方 L 所以2π 因為2πR嘛 對不對 我要算它的半徑 是不是 這50公分 除上2π就是我的半徑 重新算出來半徑 這個半徑 這個半徑 是2π 3L R等於這麼多 所以給負πR0方 0b 0t 好 那這個呢 都把東西給帶進去 這個去查 這個同的電阻率 同的電阻率要去查 帶進去 這個也把它帶進去 所以呢 很快 所以p 最後得到的是 3乘以10的-4成瓦 那個計算就教給你們了 好 再來 再來就是簡單的 很快的講一下 好 好 今天我們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 它講什麼呢 它說今天我這個電動式 100V 然後呢 我的R110Ω R220Ω R330Ω 變感3.5亨利 毫亨利 他說 將我這個瞬間觀上的時候 請問一下我的i1 i1在哪裡 i1是這邊對不對 是多少 還有i2是多少 瞬間觀上 我們說過 瞬間觀上這邊就不看了 對不對 瞬間是段路 所以第一題呢 它的電流應該是什麼 瞬間的時候 瞬間的時候 我的i1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 i1除以R1加R2嘛 對不對 所以會等於3.33A A小題 好 那b小題呢 i2呢 i2就是0 對不對 是a i1 b小題 i2等於0 對不對 好 那經過很久一段時間之後呢 很久一段時間 現在那裡這邊就是通路了 對不對 你要讓它是通路 所以呢你的電阻怎麼算 如果說通路 這兩個是並聯 對不對 並聯在串聯 所以呢 你在去算並聯在串聯的時候呢 並聯在串聯 所以你的i等於什麼 i1除以我的總電阻 第一個電阻R1是歐姆 對不對 第二個 R3跟R2是什麼 一個是20一個30 所以20分之1加30分之1 分之1 這樣子 對不對 那一種是多少 一種剛剛講是150嘛對不對 是150 所以這樣算起來 是4.55安培 好 第一小題 所以 這個總i1就是4.55嘛 那i2呢 i2是哪裡 留過這裡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這是20 這是30的話 對不對 那我的i2相當於多少 相當於i1乘以多少 50分之30嘛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得到 等於2.73安培 對 那最後呢 最後呢 他說 這個 這個是d嘛對不對 d i2 好 他說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有瞬間再哪一個打開呢 如果瞬間又打開的話 瞬間又打開的話 那我現在電流應該剩下多少 所以本來這裡4.55嘛對不對 我瞬間打開的情況下 那變成說我這個電 這個電桿呢 就會怎麼樣 由他來供應電流嘛 對不對 所以本來這樣流過來4.55 然後呢 這邊是2.73 那我就要補充多少電流出去 這邊要補充多少電流出去 4.85-2.73 我這個電桿要補充喔 4.85-2.73 所以會等於1.82 他是這樣子的 所以i2是這樣子 他現在補給他嘛對不對 所以差一個負號 所以是負的1.82安培 好 那G小題呢 G小題是問什麼 G小也算i1 所以切掉之後 當然i1等於0 對不對 那H呢 那他為什麼 經過很長時間的時候 i1這邊就等於1 那i2呢 瞬間是給他負1.82 但是經過很久之後 電桿的裡頭儲存的能量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經過很長時間 i2呢也等於0 好 好 那這就這一題 好 那最後一個 電桿 電桿的並聯 那這個證明題你們自己回去證怎麼可以 可以嗎 電桿的怎麼證呢 怎麼證呢 一樣路本路對不對 你有三個電桿並聯 所以你們的電壓值會怎麼樣 電壓值整個回路加起來要等於0 對不對 你用各方的方式去證 就會證得 我的電桿值也是什麼 導速相加 如果你忘記怎麼證 回去看一下電桿怎麼證 電桿就是那樣的證法 只是說 我的電桿 電壓的單位是什麼 換一下而已 好 ok 那今天就上到這邊 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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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в